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债券和理赞,我是今集的主持人Gram 如果大家是第一次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大家去到subscribe 另外也很快就先宣传一下iFast的app 至于一个app就可以吹进港股,美股,A股和新加坡股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scan画面的QR Code去到下载试试 好,今天再次邀请到iFast的环球债券部经理Jackson 来和大家介绍一下一只债券,就是Jubilant Farmer的债券 Jackson你好 你好 也知道今天想和大家分享Jubilant Farmer的债券 可不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间公司的背景 好啊,其实就在讲一讲公司之前,我也想花时间去讲一讲 就是其实,为什么今天会去介绍这一类型的制约公司呢? 我想疫情开始至今,大家都对于一些医药行业,或者一些制约公司 其实都叫做是有一个热情在这里,譬如很多一些制造疫苗的公司,譬如Visor,Moderna,或者福星医药等等 其实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很多人在股票的层面,当然就很追捧这一类型的名字 但其实除了,当然除了这一类型的公司,即是生产疫苗的一些公司之外 其实都是有几多的公司,一些医药,另外一些医药公司 其实都可以升得上在这个疫情之中受惠 而很多的这些公司本身都有去发行一些的债券 所以其实我们都想趁这个机会去介绍一下,就是会不会就是除了我们最熟悉的一些传统 可能中国或者美国最大型的制约的巨头之外 其实还可能会非常有其他的选择 我觉得也是会适合一些对于医药行业,比较有兴趣的投资者 就是会比较有吸引力 Gram你就问到关于Juberland Farmer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间公司 简单来说一下,其实这间公司就是一间印度公司 基本上就是可以,名字就一定不会出名 在香港人眼中,因为印度的公司 其实就是要大家谈认到这个公司 我想Floar的手指都应该是 是,比较冷漠一点 是啊,冷漠一点 所以就一定要听我说,不然你应该不会知道 Juberland Farmer就是一间在2005年成立的公司 其实它的注册地是新加坡的 你可以看到,虽然它是注册地是新加坡的 但是它总部是在印度的 可以这么说,它不是一间很大型的公司 我们用它的市值去看 Juberland Farmer自己没有上市 但它的母公司,我们叫Juberland Farmova 其实是在印度上市的 Juberland Farmova其实是100%居住Juberland Farmer 所以我们都可以 Juberland Farmer就是它最最最最重要的一间自公司 所以其实基本上可以 可以叫做两者是非常接近的 就是不会说有很大的分别 所以我们市值去看 Juberland Farmer其实大约是8亿至9亿美金左右 这段时间就是在这个阶段左右去波动 那整体而言 我想问一下,相比起例如其他大型的 可能是大型的Visor那些药 那些药厂是否相差很远的? 那规模上是吗? 是的,其实如果你看到市值去说 那真的会差一点远 那的而且是学的,你看到市值大约9亿美金左右 其实围乏港币也不够100亿 那你说那些真的大型的,就是巨头 可能你也说是超过几千亿的美金 几千亿的港币,即是Visor或者利来 那类或者是最大型的那些 就算你说普京医药也有几百亿 所以就会有个分别在这里 嗯 那其实就是,我可以继续说多一点点 对于YoutubeLand Farmer 虽然它的规模不是特别大 但是它是Cover country也有85个 而且它只是R&D的研发人员 其实也有超过450人 那只可以说它不是很大 但其实它也算是一间中型规模的制裁公司 那它有六个药厂,遍布在印度和北美 而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虽然是印度的公司 即是Headquarter在印度 但其实它实际上 北美才是它最主要的市场 那北美其实是佔了它整个的 Business的Porto Revenue 差不多八成 而且不只是近几年 一直都是这样的 所以你也可以知道它是一间 Headquarter的公司 但其实它的重心是在北美那边 是的 我想你们本身对医药行业有兴趣的人 可能也想了解多一点 虽然说它是做药傘 但实际上它做什么药 你也要知道它是什么药厂 实际上也有很多的产品 它分了几个最主要的部分 或者是不同的生产线 其中我最主要的四个 包括Radio Farmer Product 就是一些放射治疗的药物 其实它们有做一些代工生产 就是一些特殊药物 就是帮别人去灌名 去做一些我们叫做 就是contract manufacturing 就是你给钱我 那我就会帮你去生产一些 但是可能最后 会下回你公司的品牌的名字 就是它会做这些代工生产 也会做一些活性药物成分 会做一些皮肤可能敏感药 就是类固醇类的敏感药 也有做一些最一般的药用品 就是譬如止痛药 或者是一些可能是感冒药 就是有一些皮肥的药品 是的 那就比较最主打的 因为刚才我说的 其实它是规模比较低 所以如果你说主打止痛药 或者主打伤风感冒药 其实就不够打它 就是对比起一些大厂来说 就误论到它 是的 所以它主打的反而 就会是一些很特别的特殊的品 譬如这个放弃治疗的药物 那你会看到其实这间公司 是在这个美国来说 在这个核子医学的范畴里面 其实它是第三大的放弃治疗药物的分产商 是的 那我们用收入去计算 是第三大 那你会看到其实它的市场是有一定的地位 那也都是在那个敏感治疗药物里面 一些抽取extract market 这个allergenic extract market 那中文都很难 应该是说的就是敏感治疗成份的抽取 就是它最主要都是皮肤药的一些市场 其实它都是top3个人 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就是 可以看到就是它可以在美国市场 就是有一席之地 是的 基本上就是它是我自己觉得 它其中一个护城河 你可以这样想象就是 它透过这些的敏感治疗药物 其实是可以保护到它公司的生意压 即使它可能在指东药 或者是一些感冒药物方面不够打的话 那其实也不会太过影响它的收入 嗯 都是好像类似打一个 可能比较specialized 一些专门一点的路线 就是主要可能 研发刚才就是说一些放射 和敏感药物比较多 这样的打法 是的 所以都算是一间很特别 或者不是一些我们可能 平常看到的药厂 就是比较特别 嗯 嗯 好 好 那就是 其实之后再下 其实都会想focus一下 就是说一下公司的表现 那我们这里就将它的收入 去抽了出来 就是你看到图表 就是将它一间公司 这些近11个季度的收入 他就写了出来 那你会看到好像近期差了很多 就是为什么 其实之前都差不多 唯独的两条巴特别矮呢 那其实21年Q1那条巴特别矮的原因 就很明显 就是当时正正就是疫情大爆发 全球疫情大爆发 那当然有些人会讨论医药物应该不太大影响 疫情应该就收位 那其实实际上就不是的 就是你看到当时美国的GDP都按贵 都跌超过三成 那其实是没有任何商业可以受害 那段时间 所以大部分是封城 也都没有做生意 所以其实其实当时 即使你的医药公司都好 其实都是一定是差的 就是这些名字 因为它的业务 刚才你也提到 好像疫苗那方面也比较少一点 就是说的是 是的 所以应该也会受影响 我就这么看 虽然是这个公司 是的 没错 所以它那一季是特别差 第二季其实你也看到它返回很快 也返回上去 那去到最新这一季 为什么好像跌回呢 其实它做了一些变化 那它将它活性药物治疗 然后那个商业就分拆了出来 那其实那个商业的传统议员 就大约 大约10%左右 那它现在拆掉了 就不算下去了 所以其实 违反这条数 其实那个商业也跌了一点 但是其实没有这张图表现得那么差 那也都我们觉得 其实短期来说 其实还是会稳定的 它在收入方面 那这一件事 就不是短期会太担心的事情了 它是分拆出来再另外尝试还是有什么目的 那也不是 其实它纯粹就是将公司分拆出来 归宿它的母公司 就是Jubiline Farmer 它就不是说离开了集团 但是它当然是想精进 它的原因 当然解释 就是说 其实它想将Jubiline Farmer 它本身focus的业务 是比较 就是叫做统一番点 因为它现在是各样都做 就是我刚刚说的 就是四五种不同的业务 其实很多种不同的药物 它最主要是Radio Pharmacy 或者是皮肤药物 那你说活性药物成份 这个项目的话 其实就比较偏一点 所以它会分拆出来 嗯 好 谢谢 其实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因为收入是跌了的 但其实毛利率暂时没有太过影响到 毛利率暂时没有太过影响到 其实也是反映到一点 就是它收入虽然差了 但是实际上它毛利率没有太过跌 我们也算是比较安心的 但是整个所谓的价格是下跌的 整个所谓的价格是下跌的 那这个价格是下跌的 那么顺利率是下跌的原因 职员工的人工仍然是这么高,或者是电刷的开支仍然是这么高 我觉得这一层是为何利润率会下跌了 我觉得应该不会太长期有这个情况出现 我们觉得暂时来说,一些特殊药物的产品 都是一个利润率方面的滑成河 我们也不相信利润率会继续下跌 其实也会有向上修复的空间 再加上它的特殊药物,基本上市场比较小 市场比较特别,竞争对手是少的 所以它的价值力也是大 似乎是一个短暂性的低下 对,没错 好,接着来说一下它的价值 当然买债券最主要是看信贷 营运的收入方面我刚刚也说了一点 但是信贷方面,其实是比较焦点的一个位置 就是一张图好像有些问题 好像转转了 不要紧,大家以为幼稚了去看就明白了 这张图就有点问题了 其实这张图就是将它的政府债率分析出来的 基本上就是每一个数字就是每半年 你会看回这里差不多是之前的最上十个半年 即是九个半年 其实你会看到政府债率 我让我提醒一下 政府债率是其中我们最常用的一个杠杆指标 最右边就是最远之前的事情 其实当时是2017年的12月 是92%的政府债率 其实之后是一路回落的 一路跌跌跌 其实现在的政府债率是最新的 去到12月底 就是去年12月底 其实就是51% 你会看到其实是一个很稳定 稳中向下 在政府债率方面 其实也是一个挺好的迹象 当然了 杠杆只是其中一个指标 我们也不能说看到它的杠杆比率低了 就一定可以的 其实它其他日的指标 有一些位置都不是太好的 譬如它说 因为它刚刚说的 其实它的合格是差了的 因为它的人工成本 或者R&D的成本 是很高的 所以其实就影响到它的利润 EBIT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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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上升得挺快 又去到4倍左右 亦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其实我记得Fitch 最新的报告 亦都 即是其他的 credit rating 是两个B Double B 其实Fitch是 确定的 即是他没有去做任何 downgrade 但是他就将outlook 由stable 转到negative 原因亦都是因为 nextap EBITDA 是比较差了 即是升了到大约3.9倍左右 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我们其实觉得3.9倍 其实不是太差 看回同齐也好 或者我们自己做很多分析 也有些数据 也有个认知 其实3.9倍不是太差 我们觉得这个措置仍然挺健康 再加上就是公司其实本身 他们很多年来都维持到一个正途的现金流 我们觉得其实他们控制现金流方面 是有一定的实力 即是他们不是太差 这是自由的现金流 我们相信这件事都会可以控制相对的风险 再澄清一下图有点问题 因为是由Jackson说 就是由幼稚左看的 即是92%到51% 而是那个年期是由 10月2017年到10月2021年 所以其实他的杠杆 是不断地在改善 没错 是的 那之后 除了他的一些很公共的比率 或者他的Depth EBD 这些数字之外 其实可以看他现在的一些债务和现金的水平 至到去年12月底 其实他的总债务大约4亿美元 而现金大约1.15亿美元 当中最大的一笔债务 其实就是在2024年到期那笔2亿美元的债券 短期内公司只得一笔贷款 那笔贷款总共是1.5亿美元 但是他又不是一次过还的 其实是银行贷款 因为是Termalone 银行贷款很喜欢分期还 所以其实他会在今年的10月开始 会分六次每个季度去平均还这笔贷款 所以如果你说只看他短期的流动性来说 不算是特别差 其实可以这么说 算是挺充足的 因为他有一点几亿的现金 但是他短期来说基本上没有太大 债务是需要还的 是去到10月才真的需要还第一笔贷款 而且不是一次过还款 在分六期去还 所以其实债务的流动性方面 其实不是太大的压力 而且他一个比较 就是我们看回他以前的陷阱 其实他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做法 他通常都会提早一点去准备还款 提早一点去准备还款 很多时候在债券到期之前 一年左右 他已经会发出另一张分的债券 所以其实我们也预期 就是在未来十二个月 其实Jubiline Pharma 很有可能会发出另一张分债 去准备那张债券 如果他成功发行的话 其实基本上 就是2024年的债券 其实风险就会大幅降低 是的 不过我们最新的消息 其实这个都是 我这篇文章 或者是出了之后才听到的最新消息 其实好像已经听到Jubiline Pharma 已经准备了 已经准备了 会发债 所以就有可能 有一件事可以考虑 就是将债券 不排除 会提早被人召唤 那当然 如果债券提早召唤 对于投资者来说 没什么问题 你会提早赚到赚钱 也会赚到赚钱 不过赚的钱 就会跟持有到期有分别 大家可以留意在这方面 嗯 其实普遍来说 你刚才说的是 旧债换新债的模式 是否普遍 真的多不多企业 会用这样的模式去做的 其实旧债 你问得对 其实旧债换新债 其实旧债换新债 旧债换新债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就是 我们透过一些购买 就是我发一张新债 同一时间会收回一张旧债 嗯 这些就是 交易购买的旧债 其实叫做 旧债换新债 对 旧债换新债 就是这样 这是其一的方法 但其次呢 其实是反而比较常见 第二个就是 其实没有说 不够债换新债 对不对 就是我发过另一张债券 即是 即是出一张新债券 即是出一张先 是的 但我没有说一定会交回旧债 即是我纯粹是出一张新债 但是在我们的层面来说 我们都大约去估计 其实他都会用refinance 这个字来 即是再用这个字 其实都是想告诉大家 就是 他一张就发到了 那他现在发过另一张 那他发完这张 拿回来的钱 其实就会 就是会容易一些 可以还到旧债 因为旧债 通常都会早些到期 所以其实这个理解是这样的 这个当然是非常 基本上是 九成以上的债券发行人 都一定会这样做 就是在旧债到期之前 不发过一张分债 嗯 多数这些情况的底下 那个 息率呢 在说新的债券的息率 你们预计会不会是 维持回来 还是会是 高一点还是低一点 好 其实都问得好 因为这张2024年的债券 就是刚刚会 展示一下 给大家看 但其实这张2024年的债券 大约是6%的券 对 6%的券 对 而这张债券 看回来是2019年 下校 对 2019年下校 其实当时他发行一张6%券 的债券 但其实现在这张币 都是差不多6%的 是 所以我相信 如果他到时再发行一张 如果真的在找五年的债券 譬如如果当是五年的债券 其实很可能的话 那一个Q款 是会高过现在的一张 一点 因为最近债息升得很快 这个也是一个影响的因素 如果Jublin Farmer五年期左右的债券 其实收益率 一定会比起2024年到期 这张是两年左右的 你越长一点 理论上的策略会高一点 当然债息有机会倒挂 例如美国国债也有机会 但是普通公司的债券 就很少会突然倒挂 所以我相信 可能会略高一点 Q款 所以 回应我刚刚说的点 其实可以让大家看到一点 这张债券其实现在是6厘 差不多就是6厘 正确实就是 它的Q款也是6厘 所以其实就是100元左右 大约是粗略可以计算的 它就是 on power value 就是现在的价值 其实这张债券就是6厘左右 不论是S&P 还是Fitch 也好 其实是 double B 年期是两年 我们曾经都有尝试过去比较一些同体 其中一个我们最喜欢的同体 就是Glanmark Glanmark Glanmark 是我们以前也是挺喜欢的 亦都有提及过很多次的一间公司 一张债券 我们也说过很多次 不过 他买到期 Glanmark的债券 到了期 他真的没有发行登价 他真的没有发行 所以 我们找不到一些好的比较 Glanmark是没有债券可以进行比较 所以 用不到Glanmark Glanmark是印度公司 亦都是这个公司 那是最好的 但是用不到Glanmark 那我们只可以用第二间公司 那我们用了另一间平级比较接近的 叫做Tap Armatical 是一间以色列的公司 那其实反而这间 我想大家会熟悉多一点 那是相对大的 这间公司 那不过 你可以看到其实 估计率是低一点的 估计率是低一级的 那无论是Fitch 还是Fitch 还是BB 所以 你看到 它在 估计率较低一点的情况下 年期是接近一样 都是两年 那 在年期 一样 估计率较低一点的情况下 其实它的价值很明显是低一点的 价值 价值4.5厘 为什么这个 这么奇怪 是的 那当然 可以说 Tap Armatical 肯定是大一点的 市场也是比较少许的 比较少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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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你大间 你应该会好一点 也会有这样的 但是我相信 Credit rating 在这个层面 其实都是客观的指标 我相信 所以 所以 其实我们用credit rating 是非常合理 我们看到这个情况 就可以反映到 就是Jublin Farmer 普遍的吸引力很明显 是高很多 明明是高一级 所以为何我们会在今天解决这张债券呢,其实我们也是觉得这个相比和齐高的吸引力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嗯,好啊,今天也很感谢Jackson和我们分享刚才提及的Jupiter Farmer的债券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可以填下面的Google Formlink,留下你的联络资料 可以方便我们的投资顾问再和大家跟进 也可以在这个网站Born Supermark买到这张债券 我们也有一个叫做Born Express的功能 只要用到一半的成本就可以买到这个债券 最后也提提大家,每逢星期一和星期三的四点半都分别有股票和债券的Live Show 如果有兴趣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也记得去订阅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最好,节目的内容只属主持和嘉宾的意见 并非本公司立场和买卖的建议 投资涉及风险,资产价格可升可跌 好,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继续下一集继续债券和你赚,拜拜 拜拜 移民英国已经成为全城的业务 但是为什么移民之前要成立信托呢? 多少资产才值得成立信托? 如何利用信托才可以做到最大的折税效果? 什么是DPMS和DPMS 如何可以帮你提前做好财务规划? 想移民英国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网上讲座 立刻用到下面description的连结去到先注册啦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